那时,耶稣对门徒说 正如父怎样爱着我 我也怎样爱着你们 你们住在我的外内吧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会在我的外内生活 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 以上在他的外内一样 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 好让我的喜乐 存留在你们心里 并使你们的喜乐达到圆满 这是我的命令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着你们一样 为朋友牺牲生命 再没有比这更伟大的爱了 你们如果遵守我 给你们的命令 你们就是我的朋友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称你们为朋友 因为我从父那里所听到的一切 都已经告诉了你们 都已经告诉了你们 不是你们拣损了我 而是我拣损了你们 并委派你们去结果实 结出上传的果实 如此 你们因我的命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会刺激你们 这就是我的命令 你们要彼此相爱 我会刺激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